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跟遊戲工作室的團隊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一件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找了一個組織,叫做浪狗 我們要跟他們一起來 台中這個地方 工廠,我們要來做浪貓 然後帶他們去結紮 據說呢,今天的浪貓數量有 六隻大貓還有兩隻小貓 就是我呢,本身也沒有 寄來做過這種 賭貓的結紋,TMR的這種行動 那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等一下會有什麼狀況 等一下就我們去看一下吧 想要多推廣結紮的這個概念 讓貓堵多,讓貓去結紮 因為其實就是希望跟大家講 不要等到他已經全聚到這麼多隻了 你才要來做 那抓完了,決一完他放回去了 你要不要送往一回事 但是他不會一直擴張這個數量 因為等到,比如說他已經二三十匹了 人力工具的數量其實都是倍增的 希望可以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沒有這麼難 大家都願意一起做的話 就有辦法讓數量可以被控制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自己來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專念 對,大家都有這個 一起進行這件事情 對…這個籠子其實也是滿常見的 這個籠子是雙環的開門方式 這邊會有一個提把,讓它可以扣住 同時這邊的這個踏板也會同時上升 當它踩到的瞬間,它就會落下 這個算是比較特殊的 是電動的對不對 對… 現在就是這樣打開嘛 然後裡面會放食物嘛 它就會按這個遙控器 然後這個打完就… 喔… 那滿酷的耶 又補貓咪要放在裡面的 對… 我家也是吃這個 貓咪很喜歡 然後撕開 嗯… 就會… 就會… 靠過來 一撕開喔 真的靠 我們沒有在業配喔 我們是認真的 現在要先架設這個 有貓籠 好像要設置軌道 嗯… 一個麵包器的感覺 一個入鏡的 要捕捉那隻 牠也是浪貓的 牠們說要抓牠耶 可是那麼…那麼親人的 還用捕捉龍嗎 牠是一包耶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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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 真的好 讓貓多到我都以為是 中藏的人自己演的 這邊很可愛嗎 那一隻的媽媽 牠看起來知道耶 牠知道 牠知道要被抓 牠知道 哪一隻 娃娃 娃娃好棒啊 娃娃 牠對吃沒有興趣的人 可能就是要做一點手段 你不可能在那邊空等牠 有些貓蠻聰明的 牠們甚至會去聞那個門 去把那個門撞掉 真的喔 放奶貓的聲音 找找看貓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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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貓咪躲起來 我們要等牠一下 等一下等牠出來 再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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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們這樣子遇過最久遇過多久啊 四個小時 這樣一個地方為了等貓等四個小時 我們也有八點上山 我們等到凌晨兩點 哇 但是一隻貓都沒有 目前我們只遇到三隻嘛 現在目前看到的是 已經抓到了兩隻 後面還有一隻小隻 嗯 可能還沒有到牠們出現的時間點 貓咪通常最常出現 如果牠是屬於下午貓的話 牠們就是差不多四點到六點會出現 有的是 凌晨派 清晨派 牠們就是正中午的時間是不會出現的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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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貓都是牠造成的 抓到牠 基本上是解決一般以上的問題 不行 我們下次再過來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些貓們 送進動物院裡面 要回來 哈囉 動物院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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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我們剛剛捕貓的行動結束了 這個就是今天帶我們來捕貓的浪圖發起人 牠的名字叫做Sean 大家好 那Sean牠的身後呢 現在這些在裡面的貓咪也是一些帶領養的貓咪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你們的官網 就下面會放連結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 今天整個行動這樣走下來 其實真的是蠻消耗身心的 因為貓咪牠不一定說你帶著籠子去抓 然後牠就會出現 就怪怪給你抓這樣 就說你還要用一些方式去誘補 他誘補回來之後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這樣子 還要去照顧牠 然後再上網找另樣人 Sean牠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後也想要發起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那個產品就是可以解決我們剛剛行動上的一些困難 我們請Sean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之後的預期類 年底也會發起屬於我們浪土自己團隊的一些產品 可以幫助大家在用補上面有一些問題的解決 不只是單純在用補上面 也包含到這些照顧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新的工具的產生 去幫助大家降低這個困難度 那甚至是包含到後面的照顧 也不需要再用這麼多的籠子去幫牠做隔離的動作 而且其實不只這些籠子 甚至你們還有賓館的工作室對不對 其實貓咪的數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對 我們自己在做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也是在推行這個新工具的這個計畫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如果拿著這個新工具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然後是不是可以提高更多人一起來採用這些事情 對 被捲魚的貓咪可以變得更多這個問題 不需要更多你才可以被解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個產品大概就是你可能提著一個輕便的塑膠籠 那你出去之後放在別的地上 你也不用去觸碰到那個貓咪 你看到貓咪走進去之後你就遙控 牠就關起來了 然後接著你就可以把那個漂亮的籠子提回家 就放在那邊 牠就是牠的窩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什麼時候可以助處 所以盡力加油 就是大家可以鎖定那個浪圖的分鑽 因為會持續的更新 可能就最後一個問題 我相信觀眾應該也還蠻好 像捕貓這種事情 你們怎麼會想要出來做這種事情 那你們會不會印象到你們的工作 不用自己下來的時間 我做這些事情是沒有收益的 不管如何 最主要的還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一起來參與 真正的了解到原來做DM還是什麼東西 真的這些你們做這些舉動 可以解決很多的社會問題 這些小生命也會有很好的一個未來 對真的是為社會感謝你們 整個生態更正向發展 對我覺得很棒 大家就多多關注浪圖這個單位 然後我會把所有的質詢都放在下面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 那今天就謝謝Sean 好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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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